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一个在武汉工作的台湾人 但是因为正好遇到这次疫情 所以就变成在家休息了 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 躺在沙发上看手机 之前有一个包机让台湾人回台湾的这个消息 那我之所以没有选择跟包机回去 移动这件事情 交通运输这件事情 其实风险还是比较多的 那所以我就选择不回去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自己决定的 决定了之后跟家里说的 那家人当然也是会担心啊 其实也会担心 担心大家其实 其实 长辈们对我还算是比较信任的 你还好吧 还好啊 就尽量不出门吧 反正 对啊 现在大概就 还有食物可以吃就对了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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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 菜也还有 咪也还有啊 这样 水有没有 水可能过两天要买了 还有两桶 冰箱里目前同样 酸奶 鸡蛋 鸡蛋 青菜放都怕坏耶 该拿都拿了 可以充满了 我住的这个小区呢 有好几个出入口 那现在因为防疫需要 所以只留了一个大的 这个其实是我小区的 防疫宣导标语 现在这个状态看到开花 也是蛮开心的啊 这样基本都没什么人了 店也都没开 其实平常不怎么多办 不太会做 会做的就只要 武汉现在疫情的情况呢 当然就我所知 不管是医疗物资也好 人力也好 全国其实都帮了很多的忙 那武汉自己 也有很多的志愿者 医护人员也非常的努力 那所以我觉得 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 安安分分的待在家里 然后注意洗手 注意消毒 保护好自己 然后不要再顺病 那当然希望随着时间过去 然后随着天气的变化 这个疫情能够赶快结束 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都能够平平安安安度过这一次 希望武汉能够赶快好起来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